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画卡通小狗 我们今天画一个作者的卡通小狗 我们先从卡通小狗头部开始画起 我们先画上它头部的头发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画它的头 我们先找到头的这个位置 大概的位置我们先定一下 我们的眼睛在这个地方 鼻子在这个地方 嘴巴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这样子 它还有耳朵 还有它的脸 把耳朵的位置空下来 这里画一笔 然后随着这里 画一笔 我们在这里再来一笔 好 这样子再连上去 然后把这里修饰一下 在这个地方先画一笔 像这样子 然后呢 这里来一笔 我们再从这里延伸过去连下来 连下来之后呢 我们从这里再画一笔 把这个耳朵的厚度 像这种线条简单的表示一笔 是 连下它的头 还像这样 把盖心里的树从这里连下来 嗯 过来一点点 到这里就可以了 简单的定一下小狗的鼻子的位置 我们找到这个位置 先把小狗的鼻子画出来 好 我们看看它的鼻孔 在这个位置画上一笔 好 小狗的脸庞 同样的在它对面这个位置 好 也画上它的脸庞 它出来的一些毛发的小空余的线 我们也可以画一些毛发出来的毛发 好 这样 我可以主化 好像是 嗯 用效果就可以了 把它就可以用这种情绪给装作了 这个时候我们从鼻孔中央我们下来 我们找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连起来 嗯 拖 那里面 这边也是 它的嘴巴在这个方向 嗯 画上它的嘴巴 这个时候我们的脸的头部出来了 然后我们开始画它的眼睛 我们先找位置 还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一个眼睛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画一个无线 好 我们这个眼睛在这里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画一个无线 狗的鼻子是有一定长度的 我们画一条线条表示一下 从这里 好 这个是两个眼睛的 这是它的鼻子 我们先修饰一下 好 这个时候开始画它的眼睛 我们画一个椭圆 沿着这个 好 这边也是一样 沿着它这个边线 好 这边也是一样 画完圆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圆里面 我们画出它的黑色的眼珠 像这样画一个圆 这边就是一样 我们画出它的眼睛毛 描一下 在眼睛的上方 画在这里 上方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圆 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面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顺利的上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狗嘴巴的这两个部分 我们会蹲上一些圆圈 它的胡子 随便的蹲 就在这些地方 好 这边的